第三章 做爱像去迪斯尼乐园 我们到底要什么 吵架之后通常是冷战 若林可以连续两 三天对老公志明不理不睬 当他透明 不过这次 居然第二天就雨过天晴 若林的脸色好的像朵花 可是志明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他似乎有心事 连续好几天 若林都有一点 心不在焉 恍恍惚惚 两人之间本来话就不多 现在就更没有交集了 若林和志明的故事 可以用才子佳人来形容 他们是大学时的班队 在理工科系里 女生 尤其是像若林这样漂亮的女生 简直其祸可居 而志明高大英俊 两人走在一起顺理成章 志明大学毕业服完兵役 两人结婚 出国留学 若林念的是企业管理MBA 志明念的是电机的博士学位 回到台湾 若林顺利地以高学历和在美国工作过的背景 进入一家外商公司工 做 志明则回到母校从副教授甘气 现在已经是正教授了 总之 两人从恋爱到结婚 都是相当平稳而顺遂 只是有一个问题 婚后若林一直没能怀孕 志明本人倒还没所谓 就是志明的传统家庭似乎有点 无法接受 一晃眼结婚十多年了 两人的感情已经淡漠得像路人 就是所谓的老夫老妻了 但欠缺了夫妻间的亲密与交流 开始 他说 他说 后来 他们一起说 再后来 他说 他不说 最后 他也 不说了 若林想法比较偏激 负面情绪很多 志明每次开口想聊聊自己的事情 就被弱 林连珠炮式的负面评语 搞得不想再说 问他办公室的事 就更麻烦了 他开口就会把公司说的没有前途 老板和同事 都糟糕至极 每天在办公室过的都是牛马 马不如的生活 久而久之 志明烦了 不愿多问多说了 两人心灵上渐行渐远 那一夜 志明加班回家晚 若林也刚到家 两人都疲惫不堪 回到沉闷的家中 谁也没好气 假如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 可以让回到家中的人一下子能量 心智都高涨起来 但是他们两人的家里 就只有静置的空气 志明肚子饿 看到空空如也的厨房和冰箱 实在一肚子火 两人断冰箱间 唇 枪舌战 多年下来 双方都已是炉火纯青 根本不必多言 战事立决 高手就是高手 志明一句 不会生孩子 半总会作罢 就触痛了若林的要害 他勃然大怒 夺门而出 而那天雨夜的奇遇之后 若林就经常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了 他开始思索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到底是谁 大学 研究所都没有教过 从小到大也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 那夜最后分手的时候 老人还留了一个功课给若林思考 这个功课是 我们 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 李经理 从你们行销的观点来看 我们这个产品升级以后 用这个角度切入 市场怎么样 业务部门的老总成打打断了若林的思绪 冷不防地问 恩 依我的观点来看 还好若林反应快 可以立刻从思想中抽身 滔滔 不决地说下去 否则在这个重要的干部会议上肯定出糗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若林看着随后侃侃发言的老板 私下揣夺着 他的老板王力是公司的行销总经理 才40出头 在爬升公司阶梯的过程当中 摸索不用其极 企图心超强 想必他要钱 当然 谁不想要 若林的公司并购另外一间小公司的时候 王力是那间小公司的老总 小公司的 人事不经历 大概头脑阿达还是对老板不满 居然把全公司的薪水资料已没有给锁 有的人 员工婴儿知道他们老板年薪加红利居然有千万之多 一般公司并购之后 子公司的老总难免会沦位黑五类 然后悄然隐退 但是这个王力反而扶摇直上 越来越旺 他肯定很有钱了 若林想 但是企图心还是这么强 显然权力也是他想 要的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 另一个业务部门的经理李逵直言无讳的反驳王力 对老客户我们可以这么做 但是对新客户而言 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诉求 店 才能让他们愿意转用我们的产品 李逵前两年肝病入院 休养了一年才回到工作岗位上 从此戒烟戒酒戒色 可 见习命如今 这提醒了若林 啊 我们还要健康 当然 除此之外 每个人都在追求爱和快乐 若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好了老人交代的功课 他对于自己感到很满意 就 是吗 财富 权力 健康 爱和快乐 这不就是人人都在追求的 若林志得意满的 笑起来 李经理 这么高兴 昨天晚上跟老公很愉快哦 另一个产品部门的行销金 李黄玉奎带着一贯色迷迷的笑容问若林 一 已经散会啦 若林痛恨他的话中有话 每次借鸡就来吃口头的豆腐 我还有事 再见 回到自己座位上 若林想着这个讨人厌的色鬼 他要的是什么 信吗 当然他 不是要爱 这家伙的下属也很不屑他们的老板 出去和客户应酬的时候 黄玉奎带 这下属去 用自己部门的行销经费付和花酒的钱 而且公然就带着小姐上楼办事 让下属看傻了眼 那么信是否可以归入快乐这个范畴 应该可以吧 若林想 这种人是在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 就那么几秒钟的高 吵 这真像去迪斯尼乐园排队玩一样 费了半天功夫 只为了爽那么击下 真是不 划算 这些追求信刺激的男人 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吧 无论如何 追根究底快乐是大家都在追求的 但是为什么真正快乐的人那么少 呢 若林百思不解 下次一定要好好问问老人